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空难 一架飞机失事坠落在了一片雪山 而此时活下来的乘客面临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能否吃掉死去同伴的尸体 这时有人率先割掉了死事屁股上的一片肉 转头就当着众人塞进了嘴里 虽然难以下咽 可以想到能够活命 众人这也才效仿了起来 然而这也坚持不了多久 于是就有三人主动提出去找飞机的尾翼 这样便可以联系外界求救 可当三人刚爬到山顶 却发现山的那边全是山 到了晚上 留下来的人纷纷为那三人祈祷 希望能够顺利地找到飞机尾翼 可茫茫雪山弹河容易 果然就在第二天凌晨 出去的三人冻得跟孙子似的 差点就被冻死 好在这时太阳出来了 三人这才渐渐恢复了过来 没过一会儿 他们终于发现了什么 原来是飞机失事时掉下来的乘客 那也就是说他们寻找的方向没有错 于是三人迅速返回飞机打算告诉大家 而看见三人的到来 众人这也才看见了希望 然而到了晚上 就在众人休息的时候 外面竟然发生了雪崩 大雪已极快的速度奔向了 正在熟睡的大家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大雪瞬间就冲向了机舱 等雪崩停下来的时候 大家这才发现 又有不少人死在了这里 第二天早上 大家打开机舱 却发现外面在刮着暴风雪 根本就出不去 没办法 大家只能回到机舱祈祷好天气的到来 幸运的是又过了一天 当大家打开机舱的时候 天气果然出奇的好 并且还有大太阳 趁着天气晴朗 众人将雪宫中丧命的同伴拖了出来 并且为他们做了最后的祷告 最后众人组织了一个三人小组去寻找救援 然而要走出这茫茫大雪潭何容易 甚至走了几天也不见任何踪影 直到下一秒 其中一人就不小心踩空滑了下去 幸好最后男人抱住了石壁 而最终在同伴的救助下 男人这才逃过了一劫 可不幸的是 当几人爬上山顶时才发现 周围竟然全是一座坐不着边际的雪山 此时强哥崩溃了 然而怂哥却告诉他 远处也有一座绿油油的山 那里可能有出去的路 可强哥却认为那里太远了 还没走到估计就死在路上了 然而怂哥认为他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 靠的就是不服输的毅力 就算会死 也要死在征途的路上 果然在经过不知多少的日夜后 他们终于看到了绿油油的树木 而此时的另一边 众人都躺在一起等待三人的回归 而就在下一秒 直升飞机的引擎声出现在了上空 几人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 直至飞机的声音越来越近 众人这才意识到是三人找到了救援 而这场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空难求生 这才画上了句号